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的凉 但是白天的温度终于回升到23到27度 稍微的比舒适还要再高一点点 而中部地区晴时多云 降影几率是零 白天的温度是24到31度 南部地区多云 降影几率也是10% 白天的温度是24到31度 东部地区因短暂震雨 降影几率30% 主要包括的是一南县 屏东县 然后再往南到台东县 还有最南端的屏东县 那么降影几率大概都在30%左右 澎湖地区多云大晴 降影几率是零 白天的温度是25到26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跟台南目前24度 台中 高雄 宜兰 花莲都是23度 台东跟澎湖25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而且非常戏剧化 开高走低一度翻黑 四大指数都翻黑 但是随后拉尾盘四大指数都上涨 道成工业指数上涨了65点 收盘指数是33804点 涨幅0.19% 纳斯达克上涨了96点 收盘指数是13659点 涨幅0.71% 标普百指数上涨了18点 收盘指数是4376.94点 涨幅0.43% 废城半导体则上涨了25.75点 收盘指数是3537.83点 涨幅0.73% 至于在油价的部分 拉回 所以这一个以色列跟哈马斯 或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 这一个冲突是哈马斯攻击 以色列这个事件呢 看起来对油价的冲击 已经暂时的先消除了疑虑 可能核心的重点还是回到 究竟伊朗会不会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呢 那么被牵连 然后呢卷入战争 那美国会不会再加大对于伊朗的制裁 因为事实上呢 伊朗的原油生产量呢 已经从2018年美国片面的退出核子协议之后呢 它从380万桶一度降到 每一天的生产只剩下190万桶 而最新的数据呢 它已经回到了300万桶 所以呢 美国会不会对于伊朗更严格的限制制裁 这个呢是观察国际油价的一个关注点 目前看起来美国政府并不打算这么做 第二个关注点呢 当然就是沙古地阿拉伯呢 现在跟美国正在协调 要跟以色列建交的事情 它现在势必脱缓了 以沙之间的建交 而沙古地阿拉伯呢 原本承诺美国 那么因此呢 明年要开始增产 会不会出现变数 那昨天呢 在莫斯科举行了俄罗斯能源州 在这个会议当中呢 那么普京呢 他表明将和石油输出国组织 伙伴国继续的合作 而且呢 强烈的暗示 OPEP的减产 会一直持续到明年年底 甚至于更久 好 所以呢 现在普京呢 希望拉高油价 那么当然这一点对于拜登 就是不利的 但是呢 美国现在极力的游说 沙奥地 沙奥地的这个态度 会不会出现变化 好 不过目前我们看起来 油价经过了礼拜一的大涨之后呢 礼拜二小福拉回 昨天呢 更进一步的大跌 纽纽约油期货价格下跌了2.48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3.49美元 跌幅百分之2.88 北海布兰特原油下跌了1.83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5.82美元 跌幅百分之2.09 至于在农粮价格的部分 芝加哥黄豆期货 是下跌了1.49% 芝加哥小麦期货 下跌了百分之0.31 就芝加哥玉米期货呢 是上涨了百分之0.51 好那这当然反映出来的也是 在礼拜一的事件刚爆发的时候呢 容量价格都是上涨的 现在呢也趋于稳定 当然都凸显出来 冲突并没有结束 但是呢 甚至于暂时有扩大的迹象 不过无论如何 以色列跟加萨走廊 他们彼此之间在经济的影响力 也不是石油生产国 然后还有包括了他的 也不是粮食生产国 所以对于价格的影响 确实是相当的小的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 不过避险情绪似乎还在 持续在黄金的身上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 继续上涨了12美元 每二次报价是1887.30美元 涨幅0.64% 好这已经是连续三天的上涨 就从这个事件爆发之后 那白银的期货呢 也涨了0.82% 铜的期货下跌了 0.61% 把金的期货下跌了 百分之零点零九 这里面非常的微妙哦 那么黄金的避险情绪之外呢 另外呢也跟现在资金呢 开始涌入了美国的公债市场 那买进美国的公债 就使得美国的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继续的往下降 那么这一点呢就使得 黄金其实从另外一个 它的角色 它有避险的角色 它也有这个货币替代的角色 它跟美元之间的 悄悄板效应呢 就出现了 这个细腻的变化 美元指数没有再继续的拉高 因为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往下降 因为债券市场涌入了 债券 买进 所以债券的价格上升 那殖利率往下降 美元指数呢就失去了 它的这个吸引力 然后美元指数在持续的滑落 黄金就变得有吸引力了 好我们就看到 美元指数呢 今天凌晨继续小跌了 0.09个百分点 来到105.72 那至于呢 在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的部分呢 则是来到 4.5623% 在上个礼拜 一度曾经来到 4.8% 接近4.9% 所以呢 拉回的速度 也非常的快 好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则是 这个跌多涨少 那么英国金融18百分比价指数 下跌了8点 跌幅0.11%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下跌了31点 跌幅0.44% 德国法安科普指数 则上涨了 36点 涨幅0.24%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那这一次的 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未来的战事扩大 那么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对金融市场不利 但是 那么会不会反而成为美国联准会不再升息的原因呢 好 这个是有这个联准会传声统治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Tim Robes呢 他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呢 表示这一次的事件 一方面是美国的这一个尾巴事件 二方面呢 在前一阵子呢 这个美国的长天旗公载 殖利率不断的往上升 那么很有可能呢 使得美国的联准会的升息循环 突然之间结束了 意外的仓促结束 好那当然这里面呢 现在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 好不过呢 这个讯息呢 也是带动最近我们看到 包括了美国的股市呢 在这个尾巴事件之后 连三红的重要原因 因为长天旗公载殖利率 法会让联准会未来 不升息了 那么这件事情呢 其实可以值得观察 不过在通膨数据的部分呢 美国昨天所公布的 生产者物价指数 不管是就月增率或年增率 那么不管是就这一个 一般的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 或者核心PPI呢 都比预期要来的高 那么9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百分之2.2% 这比预期的1.6%要来的高 也比8月份的数字要来的高 那么PPI的这个月增率 百分之0.5% 比预期要来的高 但是呢 比8月份的数字呢 微幅的下滑 9月份的核心PPI 就核心生产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百分之2.7% 这也比预期要来的高 也比8月来的高 所以呢 生产者物价指数开始升温了 是不是意味着通膨压力 还是没有解除 因为呢 尤其是 它的年增率已经连续 三个月加速成长 它势必要转嫁给 一般的消费者 好 这个是一方面联准会 可能不会再升息 但是通膨的压力 其实并没有解除 另外我们就看到 纽约联准银行的调查 那么这个呢 调查当中显示 美国其实对于 未来的通膨率 开始呢 又回升了 认为未来一年通膨率呢 会达到百分之三 这比八月调查的 百分之二点八要来的高 未来三年的通膨预期呢 也从 未来一年是百分之三点七 比八月的调查来的高 未来三年的通膨是百分之三 那么也比 八月份调查的百分之二点八要来的高 只有对于未来五年的通膨呢 认为应该会降温吧 来到百分之二点八 这比八月份调查的百分之三 要来的低 所以通膨的 这个展望上面来看 消费者似乎预期开始拉高了 但另外一方面呢 对于自己的 个人财务忧虑加深 认为取得信贷难度 提高的比例增加 另外呢 对于未来三个月 会欠缴贷款的几率 也升高了 好这个是呢 美国人怎么看待未来的财务状况 可是呢 我们看到因为全世界的 以一亿美元作为这个单位的富豪呢 二十年来增加了一倍 那么达到了两万八千人 如果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呢 增加了百分之十二 这当然跟股市的这个狂热成长呢 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这些富豪呢 既聚集在五十座的城市啊 那么纽约市最多 然后另外呢 旧金山湾区呢 是其次 那亚洲有四个城市呢 挤入这个富豪的排行榜 分别是北京上海 香港以及新加坡 好这个是有关于 这个超级富豪的情况 另外呢 英国央行非常意外的 那么对于美国科技股的估值过高呢 提出警告 这个非常罕见的现象啊 英国央行的金融政策委员会呢 说考虑到说 利率升高所带来的影响 那么通膨跟经济成长率呢 已经存在的不确定性 有一些风险性资产的估值 似乎已经过高了 他这里面呢 他特别提到了就是 受很多投资人青睐的 美国科技股的股价涨势 大幅度的超越 标普500指数的涨幅 这一点呢 使得这个英国央行呢 担心这未来可能会产生 后续的影响 好这个是因为各国央行 其实很少对股市发表意见 尤其是其他国家的股市 所以这一点非常罕见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产业面的讯息 三星呢昨天公布第三季的 营收获利 获利呢年减77% 虽然衰退的幅度这么的大 但是这比预期要来的好很多 代表它的晶片事业的亏损减少 手机跟显示器部门表现强劲 好所以呢 反而使得三星的股价 大涨了2.7% 惠普呢也对于未来一年的 市场展望PC展望 开始转趋于乐观 好这些都推升了惠普跟三星的股价 但是呢 精品销售 那么不管在中国大陆或在美国 现在都看到缩手的现象 LVMH呢 昨天公布了第三季的营收 营收年增只有9% 这里面主要的原因啊 亚洲市场 不含日本的亚洲市场 年增率只有11% 虽然比一般的来得高 但是呢 这比一到六月的年增23% 明显的趋缓了非常的多 而美国只有成长2% 欧洲也只有成长7% 所以呢 这也使得法国的股市表现是最弱的 因为跟它的精品类股的 这个情况是有关的 好那至于在陆港股的部分啊 昨天呢 昨天呢 是上涨的 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3.72点 收盘指数是3078点 涨幅0.12% 深圳城址呢 则是上涨了34点 涨幅0.35% 香港恒生指数呢 则上涨了274点 收盘指数是17939点 涨幅1.55% 好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开高走高 大涨了151点 收盘指数16672点 涨幅0.92% 距离这个季线 只有一小步 竟然显然有机会来挑战季线 成交量呢 也放大到了3756亿元 不过OTC是下跌的 下跌了1.96点 收盘指数是213.99点 跌幅0.91% 成交金额是767亿元 就正面的消息的部分呢 是外资认错吗 那么昨天呢 一口气买超了231亿元 比涨点都还要来得多 头行也买超了11亿 自行商买超了12.5亿 八大航库呢 顺势的这个减码了36.94亿元 那么而且呢 我们也看到说就出口来讲 也有了好消息 昨天呢 公布的9月份的出口数字 388亿美元 跟去年同期相比 年增3.4% 三个因素 AI的商机开始有一些些增温 另外呢 手机的新品 也带动了我们的出口 第三个是 因为它已经是连续12个月 都是负成长 所以去年11月的 去年9月的基期相对偏低 这也是年增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那上市会的营收呢 也来到了3.63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看一下美国股市